记者刘晓新章话报道,为了爱与健康,有51年燕灵的老烟枪谢启勇,说借就借,他说,许多人都认为活到一把年纪,还能再抽多久。 但他认为等到身体亮起红灯,就一切都来不及了。 谢启勇说,他今年66岁,会抽烟就是因为15岁时去做翻杀铸造工作,因为同事请他抽烟,他觉得应该要回请,所以就买烟来回请,当然自己也抽,就这样开始他的抽烟生涯。 在他51年的抽烟事当中,曾经借过7、8次,有一次借了半年,但因为自己的鼻子经常不适,物信抽烟可以改善症状,所以就继续又抽了烟,由于今年因为一直咳咳嗽都好不了,最后到陆基医院进行检查,发现自己的气管状况不好,又想到在张基医院工作的女儿,每次只要看到他抽烟, 都会偷偷地把烟剪掉,为了爱与健康,他说借就借,为了展现戒烟的决心,谢启勇的家中的不再放香烟,一旦发现有烟饮时,就赶快吃个口色糖,让嘴巴不会痒,才戒烟没有多久,酒壳的情况立刻有所改善,更坚定他戒烟的决心,抽烟真是花钱又伤身。 谢启勇说,他抽了半世纪的烟,几乎是每天都一包香烟,大约每抽十年就可以买一部国产车,这辈子抽烟所花的钱已经可以买进口车,他认为千万不要认为年纪大就不必戒烟,戒烟是对身体好,永远不闲持。